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得说点男同胞的话题 咱们男性有一个好朋友 在我们的身体里 也是默默无闻 默默承受 一不留神 你要是对不起他 他就对不起你 几位看着大眼瞪小眼是吧 这个朋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 请看 我是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我参与着你人生中重要的节点 陪伴着你出生 陪伴着你成为一个男人 陪伴着你成为一个父亲 陪伴你慢慢变老 我很了解你 但你却不了解我 你会爱护自己的头发 爱护自己的眼睛 但是你却从来不爱护我 或许是因为我藏在你身体里 而你看不见我 我就是前列腺 我的楼上住着膀胱 后面邻居住着直肠 我的中间有尿道和输精管穿过 正常的我 外形像一个放倒了的板栗 里面有很多细小的线体导管 我虽然个儿小 但你可别小看我 我是男人下半身的交通要塞 不管是尿液还是精液 都得看我的颜色形式 这个话题啊 说实话 这个我们年轻的朋友不太提 你知道咱有这东西吗 我今年周岁三十 我平时不太关注这方面 但是多多少少有点意识 可能就是我平时有些羞涩 作为男人就感觉 不太敢面对这些方面 所以说没太在意 我今年四十 虽然觉得前列腺疾病 离我还挺远的 但感觉它隐隐约约的 也向我招手了 我的原则都是 如果没有症状 我就不去顾忌着 我今年周岁七十三岁 现在这时大了以后吧 反而对这种中老年 男性这种肠间病 比如像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炎 前列腺癌 现在是开始重视起来了 那这样吧 我今天给大家请到一位 我们的好朋友 跟我们男人们好好来讲讲 咱们的这个好朋友 好吧 我们热烈的掌声 有请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密尿科的张凯医生 掌声欢迎 张医生您好 您好 欢迎您 小李老师好 您好 欢迎您 大家好 我特别想好奇 上来先问您一句 这前列腺啊 您能跟我们简单说 前列腺在我们的身体里 它是管什么用的吗 好 我们的前列腺啊 它是一个外分泌器官 我们平常老听 大家说呢 叫内分泌器官 内分泌器官呢 分泌激素进入血液 而外分泌器官 像前列腺 它分泌的是前列腺液 它会混入精液里面 然后呢 它对精子的成熟 对精子的受精 它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 它是一个 跟我们的生殖 密切相关的 这样一个男性的 外分泌器官 所以说大点 叫传宗接代 说小点叫什么 雄风 在展 咱今天得好好说说了 既然请到您来 您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的前列腺的守护人 您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咱们怎么去守护它 怎么关心它 刚才大家可能也看到那个小片了 大家可以看到前列腺的位置 其实很深的 它是很隐蔽的 但是呢 前列腺在我们的这一辈子里边 它可不是甘于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美男子 他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 都会出来星星风 坐坐浪 给我们找点麻烦 给我们可以说 带来一点干扰 也就是所谓的劫难 今天呢 咱们就谈谈在我们青年 中年和老年的阶段 这个前列腺呢 它会给我们带来 哪些所谓的劫难 另外呢 我帮助大家呢 怎么来化险为夷 好 既然您说到了青年 中年 老年 那咱就讲讲这三大劫难 咱们先来看看 第一个劫难是什么 年轻的我经常受伤 因为你从不关心我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还总做一些伤害我的事情 所以我生病了 当你18岁成年的时候 我的劫难已经开始了 一种你们称之为炎症的病 这也是我面临的第一次劫难 您跟我们先讲讲 慢性前列腺炎 怎么回事 好的 实际上呢 我们现在呢 不仅仅讲这个前列腺这一个地方 我们不能说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 而是呢 要关注整个男性的盆腔的健康 我们呢 慢性前列腺炎 也就叫所谓的 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 为什么我们管它叫综合征呢 这是因为呀 这里边的一半病人 他能够确认到 这个病因呢 是在前列腺上面 但是还有另外一半病人呀 你可能暂时找不到 他这个病灶呢 在什么地方 但是你知道 他在盆腔里边 而你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呢 暂时没有发现 这个原因在哪 所以呢 他跟前列腺炎 有同样的症状 我们就把这一组 这种症状呢 这种这样的病人 都叫他得了这个 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 反而就是这里头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为了叙事的方便 我们还管它叫 慢性前列腺炎 或者就直接说 前列腺炎 我们很好奇就是 就是咱们男同胞 得这个病的机会多吗 这个还是很常见的 已经有统计分析呀 认为在50%的男性 这一辈子呀 至少都会得一次前列腺炎 就是咱们台上这五个 起码得有两仨 对 就自己都不知道 对 这样咱们还有个动画 咱们听听那些前列腺 人家自己是怎么说的 为什么会这样 来 如果我掉进了 慢性前列腺炎 这个坑里 你也会跟着遭殃的 造成我受伤的因素 很复杂 但都跟你的生活 习惯有关 我会感觉到疼 这种感觉 对于你来说 或许并不强烈 但你会感受到 骨盘区域的不适 由于我很难受 工作自然也会受影响 所以尿液和精液 通过我的时候 也会变得有些吃力 因为我受伤后 带来的问题很私密 你往往会羞于开口 只有这些症状很严重时 才会引起你的重视 只有比较严重的时候 才会引起你的重视 对 你重视了吗 我平时没去医院 看过这方面 我觉得我平时分泌路 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 但是有点尿贫尿急 不太能憋尿 得了这个有什么影响 它主要有三大症状 第一大症状 就是所谓的骨盆区域的疼痛 或不适 这个骨盆区域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从肚脚以下 到膝关节以上 这么广的一个区域 但典型的说来 就是小腹 会阴 腰底 腹骨沟 这些地方疼痛或者不舒服 胀胀的 酸酸的 有这种感觉 这是第一组症状 第二组症状就是排尿问题 主要有尿贫 尿急 有的时候可能有一点 尿尿的时候有一点疼 还有一些人可能早晨起来 尿道口有一点分泌物 会把这个尿道口粘住 我们管它叫虎口 有这种现象 第三种情况 有的人有 有的人没有 就是所谓的性功能的问题 有的人可能会有性欲的下降 有的人可能会有 所谓的这种勃起硬度的变化 还有些人就有这个射精 可能会比较快 所以所谓的早泻 所以有了这三种情况 那我们就给你初步判断为 你是所谓的慢性潜能线炎 我去越听啊 心越凉 你说这几点 虚等我 我不是虚等我 我是 我现在就 就我这个 就我下侧的腹骨沟就不是 然后包括那个后边腰这块 腰底部也不舒服 然后这个小便的时候呢 还真是有时候就有点疼 刺刺拉拉 所以拉拉有点疼 可能跟我们平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 有关系 对 像这种前列腺的这种 炎症的这种症状啊 可能是因为生活中有些东西 你没有注意到就出现了 所以就最起码您现在得开始关注了 但是如果是确实像您说的 这个盆腔 什么疼痛 这个综合症 或者慢性前列腺炎 一般来讲 医生都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节目 本栏目由吉林熬冬安神补脑叶 独家冠名播出 咱们得说说这个怎么治 一般来讲 医生都会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好 是这样 因为呢 这个所谓的慢性前列腺炎呢 每个病人呀 他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呀 这个前列腺炎的病人呢 往往有一种误区 他到大夫这儿来呢 他就特别希望你给他开药 然后就药到病除 药到病除 我可以说呀 没有什么药 能够让这个前列腺炎呢 真正吃了你马上就能好 你看我前些日子 诊治了一个小伙子 他是一个在上帝工作的一个 这个程序员 他的这个工作呀 就是每天都老得坐着 从早坐到晚 因为工作啊 因为生活 他有一些习惯 一些不容易纠正的习惯 所以呢 在这对这种人 往往呢 用药啊 可能效果并不好 这种人的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改善生活 没错 改善生活习惯 您这么一说 我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看来呀 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跟这个慢性前列腺炎之间 有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所以这事就得把自己给管好了 是吧 对 是这么回事 所谓自我管理呢 我们提倡啊 叫三少一多 所谓的三少呢 就是少做 少憋尿 少憋经验 少吃辣的 少喝酒 一多呢 就是要多运动 三少一多 对 有了这三少一多 就能把我们那前列腺 从坑里拽出来了 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 就是这样 好 然后呢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得坚持 因为你这些习惯呀 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养成的 所谓冰冻三尺 非一致致寒 所以呢 如果你要想改善的话 也不是说一天两天 就改善了 比如有些病人 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这个 要想把这个病治好啊 你得把酒戒了 我戒了呀 我说你戒了多久了 我上行去戒的 那就不行 对吧 你怎么着得戒个三个月呀 半年呀 一年呀 才能逐渐地见效 这个改变生活习惯啊 确实是挺难的 咱一个一个掰开了 揉嘴了 说一说 先说这个改变久坐 为什么久坐 跟这个疾病之间有关系呢 我今天呢 带了一个模型来 我拿着那个模型 跟大家说一说 太好了 好 来 这就是一个模型 它是个立体模型 我把它拆掉一半 大家可以看到 这刚才我们在片子里看到的 这是膀胱 这是前连线 这是尿道 这后边有直肠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就是会因 会因跟前连线之间 是隔着一层软组织 不管你多胖多瘦 它是一层软组织 所以你要是长期 坐在一个地方的话 它这个地方呢 就会被压迫 对吧 长盛 我想问问你啊 比如说 你要是长时间骑自行车 你下来 从骑自行车上下来以后 你会觉得 会因部会有什么感觉 感觉有点酸酸痛痛的 对 会有这种 实际上我们呀 要长时间骑自行车 或者长时间坐着 站起来以后 你会因部有的时候 会觉得麻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缺血 是因为缺血 所以你长期地 采取一个坐姿的话 它会压迫前连线 造成这个前连线的缺血 缺血对任何器官来说 都是损伤 你损伤一次不要紧 但是你天天损伤 它就有问题了 逐渐的前连线呢 就会出现一个 慢性炎症的过程 逐渐的这个前连线 就会肿大 你的盆腔的骨骼呀 关节呀 神经啊 肌肉啊 都会受到影响 可是生活当中 你这好多工作 都得做着呀 开出租的 开公交车的 程序员 做办公还有 是吧 要好好活动活动 对 第一 久坐 接下来憋尿肯定是不好 对 这憋尿是不是 跟膀胱有关系 跟肾 跟前列线有什么关系 前列线的导管啊 它是开口于尿道的 当我们憋尿的时候 这个尿道里边的压力啊 会很高 本来呢 这个前列线的导管呢 它的分泌物啊 是要从前列线 排到尿道里 但当你尿道里边的 压力很高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它就排不进去 所以它就要淤积起来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压力高的的话 它可能会反流 尿道里的东西 可能会反流到 前列线里面去 尿道里是什么呀 它有残余的尿液 尿液里有什么呢 有咱们身体代谢的 那些废物 那些化学物质 容易感染 它有可能感染 有可能这些化学物质 会刺激前列线 造成所谓的 化学性前列线炎 或者是细菌性的前列线炎 所以呢 憋尿会造成 这个前列线的损害 同样的 刚才我说了 就是当有 前列线炎的时候 有些病人呢 尤其年轻人 他可能会出现这种 射精块的这种现象 所以他就可能会 控制射精 他希望自己采取各种办法 把这个射精的时间 拖得长一点 这样也一样 会增加这个尿道里的压力 最后呢 也造成同样的后果 是这么个原因 对 是的 下一个我其实特别好奇 就是吃辣 你吃辣 你要说是胃呀 或者说消化道 对 我刚常科疾病 对呀 上厕所的时候 你 对 这跟他跟前列线 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关系呢 非常的密切 这里边呢 一个是辣 辣里边呢 是辣椒辣素 另外一个是酒 酒里边呢 是酒精 现在的研究 已经证明了 酒精 可以让前列线 直接分泌一些 炎症的物质 我想问问连续 比如说 您听说过炎症 对吧 比如说咱们手上长一个包 发炎了 你说说 你大概知道 就是说所谓的炎症 它有四大特点 您知道是哪四大特点吗 红 红肿 热痛 对 非常好 是吧 喝点 连续讲的 一看你就没少肿过 没少发炎过 对 酒精刺激前列线以后 它产生的这些 所谓的炎症因子 就可以造成 这个前列线的红肿热痛 比如说 它分泌的这些因子 首先是让前列线的血管扩张 扩张以后就是冲血 冲血以后 如果是一个表面的器官 它就变红了 对 它局部的白细胞 会产生发热的这种物质 这样的话 局部它会有热的感觉 所以有些前列线的病人 他会总觉得 胀胀的 热热的 有一种烧灼感 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 生活习惯 所谓吃香的 喝辣的 这个对前列线来讲 都是有隐患 有问题的 那运动 这是个好事了 对 运动会带来什么呢 对前列线来讲 这个运动 它咱们应该 从一个整体的 这个角度来讲 运动呢 首先呢 它可以把人呢 从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的循环里边拉出来 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比如说老坐着的人 你去参加运动了 那你这个老坐着的 这个生活的这种习惯 就被打破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点呢 有研究就发现呢 运动以后呢 这个身体里边啊 它能够分泌 对炎症有好处的物质 能够缓解炎症的物质 所以呢 它对这种前列线炎呀 它在物质上 在物质基础上 它也是有好处的 对于前列线有好处的运动 或者说对我们的盆腔健康 有好处的运动呢 比如说第一呢 就是增强核心训练 腰啊背啊腹啊 这是一个 第二一个呢 就是增强臀部下肢 肌肉力量的训练 比如说深蹲 深蹲 比如说深蹲 所以像这种的话呢 一定要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 因为深蹲 你要做不好的话 有可能会把腰或者膝盖做坏 对对对 深蹲 对 深蹲呢 它可以增强下肢的力量 增强这个盆腔的血循环 然后呢 对这个整个盆腔的健康 都是有好处的 对对男性的功能呢 也有好处 但我刚才强调了 一定要坚持 并不是说你一天两天 一两个星期就能好 而是说三个月半年一年 要一直坚持下去 让这个自我管理 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习惯 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前列线遭受的第二大劫难 是什么 等着你们成熟稳重后 我也跟着长大了 我开始变胖了 难受极了 要知道变胖 是我衰老的开始 算着日子 我知道我马上要面临第二次劫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身材走行 越来越胖 但你却浑然不知 知道我胖得让你难以忍受 你们称之为增生 可即便知道我胖了 你还是没有正确地对待我 就因为大家的前列线都这样 我太难了 前列线增生 这个好像是中老年男性朋友的 头顶上带着的一个魔咒一样 是吧 袁叔 经常搁几个在一块 你 老张 你前列线了 是 男同志我觉得从五十岁以后 应该都有这种前列线增生 可能都不止五十岁吧 四十是不是 我刚才看那个年纪那牌子 我心里一咯噔 我还有两月 四十岁 两月不是说到四十就增生 你管理好了就不 谁知道我管理得好不好 对了 对了 问题来了 是不是管理好了就不增生了 还是说到了这年龄 都必须怎么 都会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问题的确是个好问题 前列线增生 它是一个自然的老化现象 并不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 你好了以后它就不增生了 你的生活习惯 可能对改善症状有好处 但对这增生的发生 可能没有什么用 它是一个正常的老化 我们刚才讲的慢性前列线炎 它主要影响的是人 从青春期开始 一直到衰老 整个全程 但主要鉴于轻壮年 但这个前列线增生 它是从四十岁就开始增生了 这个四十岁以下的人 它的这个患病率是很低的 这个四十到五十岁的人 它大概有百分之四十的人 会出现前列线增生 接近一半了 对 然后五十到六十的人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 到了八十岁以上 接近百分之百 那也就是说作为男性来讲 对 这一生肯定是逃不过 对 基本上 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 但是出现症状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人 我刚才讲的增生 是病理上的增生 也就是前列线细胞分裂 然后前列线体积变大 但是症状不一定出现 那这样 我们用一个道具 您来跟我们讲讲 这个增生 都听说这个词 到底什么叫增生 是怎么就增生了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模型 这个管子就模拟的是 我们的尿道 这个红色的橡皮泥 它就是前列线 这是一个正常的前列线 我们把这个注射器 就当成我们的这个膀胱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为了看得清楚 把这个尿液染红了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我现在等于 就模拟膀胱排尿 往下推注射器 很轻松 现在膀胱收缩了 这个尿就排下去了 这是正常的情况 这是正常 这就是现代 对 然后当我们前列线增生了以后 我们这个前列线 就会变大了 变大了 然后它会对尿道产生压迫 让这个排尿会变得不通畅 下面我们再演示一下 你看这是增生的前列线 我这个膀胱要开始使劲了 我现在非常地用力 非常用力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尿液排不下去 所以我就得增加这个膀胱的收缩力 这种情况下膀胱里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 肾脏里的尿液它就不能够顺利地排下来 所以就会出现这个肾积水 就是最终膀胱也是越憋越大 最后就会憋得像一个气球一样 它会变得越来越薄 明白了 来 我们把道具先拿下去 这个前列线增生是个很有特点的病 它的病在前列线 它影响的是膀胱 最终它会影响全身 给全身带来危害 比如说排尿困难 会出现液尿增多 还有就是说 它可能膀胱里边会长石头 因为它长期地有残余尿在里边 残余尿里边有细菌 有一些尿液里边的化学物质 它会沉积下来形成结石 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病人会出现这种 所谓的前列线增生的这种并发症 前列线增生就是说 排尿的时候确实像刚才张主任讲的 尿贫 尿脊和尿不净 这一宿原来没有前列线增生的时候 最多也就起一次业吧 现在得两到三次 每次还特别着急 到那又没多少 就是自己感受到的 是吧 以前没答应回事 对 还尿不干净 总觉得还没尿完似的 前列线增生的治疗的原则是什么呢 前列线增生治疗原则要看时机 我们一般一定是要先评估后治疗 等于要先诊断清楚 主要是看它是不是影响生活了 所以我们为了让患者朋友 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的症状 是不是该治疗了呢 我们会设计一些问卷 设计一些问题来问患者 当他的这个问卷的这个答案 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的时候 那就会建议他 你可能需要开始治疗了 要不现场就给您问一下 可以啊 对 咱们看看到底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好吗 好 来 我也参与一下了 因为本着对自己健康负责的态度 我也还有一两个月就试试了 还是乐意参与这事呢 行 来吧 第一 白天小便次数超过八次 来 请举牌 不是 冬 冬天 冬天基本上 好 加上你一天超过八次 太吓人了 冬天 冬天 下一个来 夜尿经常性的超过一次 请举牌 来 第三题 两次排尿的间隔不到两小时 来 下一个 经常憋不住尿 就是一想上厕所 就得马上去 倒不太治 是吧 对 得嘞 来 下一题 排尿的时候有疼痛的感觉 经常性的 好 下一个 时间长 就是尿的慢 好 来 最后一个 需要使劲才能将尿排出费劲 来 举牌 特费劲 你看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了 行 来 您来给说说吧 这七个问题 它基本上就是看 它有没有尿贫尿急 这是一组前连线增生的症状 另外就是有没有排尿困难 这是另外一组前连线增生的症状 它主要是靠 看这个前连线增生的症状轻重 来判断 它是否需要干预 像刚才袁书 它这几个问题里边 它只有两个问题 好像没有举牌 剩下的问题都举牌了 而且咱们问的是 是不是经常这样 它如果经常这样的话 就说明它的这个情况 已经超过了一个轻度的症状 应该是到了一个中度的症状 是需要干预的 是需要检查 甚至可能需要治疗的 你刚才举了几个 对 刚才连续大概举了三个 三个 对 三个 对 它没有超过三个 应该是对生活影响不大的那种 所以对它来讲 它可以继续观察 如果经常出现三个问题以上的 最好是到医院做一个采钞 这个采钞 首先要看一看前连线的大小 还有就要看膀胱里有没有残余尿 还有就是肾脏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积水 膀胱里有没有结石等等 像这些都要看一下 另外我们还要给病人测一下尿流率 就是对着我们的机器 尿一泡尿 那个机器可以测出来 这个病人大概每秒钟 能尿出多少毫升尿来 这个有一个标准 一般比如像长盛这样的小伙子 一般它可能是25毫升每秒 这就是尿得比较快的 如果比如像连续这样 有一点症状的人 我估计它可能就不会到25 但是可能应该还在15以上 就不是特别的 堵得不是很厉害 但是我高度怀疑咱们元素 它有可能就不到15 像这种是需要治疗的 一般症状比较轻的 这种前连线增生 这种前连线增生 我们一般就是所谓的观察等待 就是并不给它药物治疗 但是要求它每年都得来复查 就像刚才做的 要做采超 尿流率 做直伤止诊 要每年做一个复查 到了中等以上的症状 像第二个 我们一般首先是要采取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也有很多种 然后我们可以给病人 采取一种药物治疗 稍微严重一点的 我们会采取两种药物联合治疗 第三种就是症状很严重的这种病人 这种病人我们就可以采取手术治疗的办法 另外还有什么病人需要做手术治疗 就是这种药物治疗效果不好的病人 药物治疗无效的病人 还有就是有些病人 他不能耐受药物 比如说吃了药以后 他不舒服 有副作用 不能坚持了 就可以做手术 还有些病人干脆他就不想吃药 他觉得吃药麻烦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什么样的病人需要做手术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种前列腺增生 出现了这种合并症的这种病人 这种比如说出现了膀胱结石 反复的血尿 反复的尿路感染 肾积水 有这样的情况的病人 如果条件允许了的话 是需要做手术治疗的 那很多老年朋友就会说了 反正那试药三分毒 长期吃药对身体不好 可还不是就直接做了呢 对 做了好 因为你像我就是 经常做这种手术嘛 所以病人经常会回来来看我 我呢往往比如说 你要别的病人我会问 说你现在怎么样 病好点了 对吧 但是做完这种激光手术的病人 我往往问这个老年人呀 我会问他 我说您享受生活了吗 您享受生活了吗 因为我觉得这些老年人呀 他们跟我父亲一样呢 他们都是同龄人 他们这一代人呀 是咱们改革开放的建设者 参与者 所以他们呢 是艰苦奋斗的一代人 他们现在呢 到了老年 我觉得他们呢 特别特别需要 过一个幸福的 健康的 生活质量很高的 这样一个生活 对 要延续生命的长度 这个要拓展生命的广度 就是要获得更高质量的 晚年的生活 对 对 来 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前列线还会遭遇什么问题 你肉眼可见的衰老了 我陪着你变老了 在悄无声息中 也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次劫难 癌 这个小哥的很会隐藏 再加上你的粗心 等到发现癌的时候 已经晚了 我的生命到了尽头 你也是 兄弟 快想想办法 阻止悲剧发生吧 对 您快想想办法 好 就是说 这个前列线癌呢 它这两年呢 就是成一个越来越多的趋势 可能进入新世纪以后 大概它的发病率翻了一倍 然后呢 前列线癌主要是一个老年人的疾病 前列线癌高峰的发病呢 是在75岁到80岁之间 所以就是岁数越大 发现这个前列线癌的可能性越大 但是呢 我们说呢 这个前列线癌呢 它对于绝大多数病人来讲 它是一个 如果你发现的早 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疾病 在发达国家 这个前列线癌的五年生存率啊 是99% 在咱们中国呢 是66% 为什么我们总的这个生存率上 会有些差距呢 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病啊 发现得比较晚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大规模的筛查 实际上 如果发现的早 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你看 就是因为没有及时的发现 没有早发现 所以才没有早治疗 就是白白的耽误了 对 您刚才说 发现了很多都是晚期 是不是说它早期的时候 没有什么症状呢 您说的对 前列线癌啊 它没有什么自己 自身独特的典型症状 所以很难通过症状 来筛查前列线癌 前列线癌呢 这样的病人呢 它往往呢 它也是那种 像前列线增生似的 尿贫尿急啊 排尿的费力啊 是这种 它只有到了晚期的时候 像我刚才讲的 它出现了骨转移 会有骨痛 在前列线局部呢 发展呢 侵犯的膀胱呢 会有血尿 然后呢 前列线这个肿瘤呢 越长越大呢 会出现严重的排尿困难 但是这个时候呢 就已经是晚期病 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健康之路径 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 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一定要早筛 凡是年龄超过50岁的男性啊 最好是每年 做一次前列线的癌的这个筛查 它的方法呢 很简单 就是两个 一个呢 是要做一个直肠直诊 摸一下前列线 第二个呢 就是要抽血 查一下血清的前列线特异抗原 也叫PSA 做到这两个 就可以做到前列线癌的 早期的筛查 这个就是对于前列线疾病 不光是前列线癌 对于前列线疾病 其实直检是最直接的方法 对 而且它现在也是 对于男性来讲 也是例行的 每年体检的一个常规项目 对 但是你做吗 我每年都放弃 签个字 因为它直检嘛 毕竟它得 老百姓说得捅一下 您呢 我做 对 为什么 我有原因 因为我父亲呢 去世两年以前 就查出来前列线癌 就已经是晚期了 但是因为他高龄 查出来的时候 已经90岁了 所以治疗了两年以后 就去世了 所以在您的临床上 就是男性朋友 这个直检放弃率 是不是很高啊 就很多人都不检 的确的确很高 但是到我这儿 来看病的人呢 往往是 发现了有问题了 他们往往会主动地要求 大夫您给我做个直检吧 你看 这样做的时候不做 对 是吧 我们有一个模型 咱们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直检 是最直观有效的方法 好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前列线直诊 是怎么做的 好 我们刚才在小片里看到了 前列线后面呢 是直肠 所以我们从直肠里边呢 可以很清楚地摸到前列线 当我们做直诊的时候呢 我们从肛门 把食指伸进去 然后呢 就能够轻轻地 触碰到前列线 我们触摸前列线的时候呢 要感觉它的大小 质地 是不是光滑 有没有压痛 是不是里边有硬结 就是实际上呢 我们建议啊 大家就是过了50岁以后呢 最好是每年做直诊 刚才袁叔呢 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的父亲呢 得过前列线直诊 像袁叔这样的人呢 他应该从45岁 甚至从40岁开始 就应该做筛查 因为前列线直诊呀 有这个遗传的倾向 我们说呢 一级亲属 也就是说 亲兄弟 或者父亲 里边 有前列线直诊的人 那你的这个前列线直诊的可能性 就要比别人高一倍 如果要是有两个的话呢 你的这个可能性呢 就要高十倍以上 所以今天呢 想借这个特殊的机会 就是呼吁一下 我们家里头 如果有老父亲 我们做儿女的 要关心他们 通过这个契机呢 带着他 去做一下前列线癌的筛查 对 等于是给自己的老父亲呢 一个特殊的礼物 没错 既是给老父亲的礼物 也是给自己的 也是给自己的 也是给家庭的一份保障 对 这个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我想问一下张主任呢 现在我就有一个疑惑 就是说 前列线增生 最后慢慢地 会不会就转移 成这个 癌变 癌变变就变成前列线癌了呢 这个还真是 袁叔这个问题 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们说呀 前列线增生 不会转变成前列线癌 但是呢 在同一个前列线上 既可以有增生 也可以有癌 也可以有炎症 就是三种病啊 可以出现在 同一个人身上 我们说呀 这个前列线增生呢 主要是 前列线中间的这个部分呀 有增生 而前列线癌呢 它主要在 发生在前列线周围的部分 所以呢 就是说 它发生的部位都不一样 另外呢 就是有些病人可能会说 我前列线增生了 如果我要是把前列线 增生 像刚才是做激光手术做了 那我是不是就不发生 前列线癌呢 不是 因为做的增生 是中间这块 容易发生的地方呢 是周围的那个地方 当然有可能会发生前列线 这是两个部分 对 最重要的就是 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对于前列线炎来讲 刚才讲了 你只要注意好 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 工作习惯 就能够把自己的前列线健康呢 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 对于前列线增生来讲 虽然它是个老化的过程 但只要你在意 只要你经常去看 就能够控制它 不让它对你的生活 发生特别大的影响 对于前列线炎来讲呢 只要你早发现 就能够得到治愈 对吧 对 所以高度地提示大家 我觉得其实今天 我们也借着张医生来 也是一个契机 通过这样的科学普及的方法 把更多的知识 传递给大家 更重要的是 把对前列线的关注 传递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 真的是关心 虽然它就像一个 小例子一样那么一点 如果一旦出现问题 会带来很多的烦恼 对 那我们今天也再次掌声 感谢张一星的到来 谢谢您 谢谢 也谢谢各位的收看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